首先請陳雪森委員、陳玉珍委員、楊藥委員聯合質詢 詢答時間為45分鐘 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辛苦了 委員好 防疫工作非常的辛苦 蘇院長帶領我們防疫中心同仁 這個防疫作戰成績表現非常好 謝謝 這也是貴言支持 感謝 這次大家努力貴言支持 謝謝 院長早 我們中華民國現在在全球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都還維持一個很低的確診跟相關的疫情擴散 所以我們在這裡先對我們全體辛苦的 我們參與的防疫官員表示肯定 我那天晚上有到桃園機場看這個所謂的類爆機 這個定點 上來回來這一班 我發現這個 這個爆機整個回來的時候 這個 就是整個後面進來到我們境內的時候 後面到休棚的那個地方 整段的防疫措施是做得非常好 應該可以說是滴水不漏 我想這個是值得肯定的 那我想我們會這樣做也是擔心從疫區回來的這個我們的國民 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這個影響 對我們這個整個就是 就是為了疫情的關係所以這樣做 做這個包機的這種動作 然後整體的這種情形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擔心說其他的這個國民 如果回國的時候 如果坐在旁邊有這個危險的可能有 雖然沒有確診 但是就是說從危險地域回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被感染的危險 所以就做這種暴擊的行事 那相對的 我們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 陳中彥次長 他在這個29號有一個記者會上 他有表示 這個離島國人的部分 暫時不回離島 所謂離島國人指的是我們金門馬祖 澎湖這些地方的居民 如果需要激家檢疫的 國內線報道櫃台要主動告知 會把座位隔開 但是台東南與綠島的部分 他們就會安排在台東縣 那這個情形其實是一樣 就是說因為我們金馬蓬離島的這個居民 就是如果他們從外國回來 那原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的就是說 因為飛機是密閉空間 相對是比較危險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國人是不宜搭乘這個大眾運輸工具 對嗎 謝謝委員 我們之所以在希望 在自由武漢同胞回來的時候 能夠有包機 就是如委員剛才所說 坐旁邊的乘客 都可能有危險 那至於國內同胞 這個離島怎麼樣 這個細節我沒有那麼清楚 那國內同胞其實也是 不曉得那個陳副指揮官他是怎麼講 就趙指揮中心講 因為細節他們比較清楚 現在我們金馬蓬的離島居民 事實上也有相對應的就是擔心 我們接到很多的這個反應 就是說那這些人比如說從國外回來後 那我們現在政府規定是不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比如說高鐵什麼要做防疫專車 就直接到這個檢疫的地方去 或回家直接做居家檢疫14天嘛 那但是這些如果從外國回來的國人 但是他是金馬蓬的居民 那他們又中間又要坐飛機 這個就是大眾運輸工具 所以院長對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看法 您了解我們在說什麼嗎 就他們還是必須坐飛機 那這個就是大眾運輸工具 而且是在一個比較相對密閉的空間 所以很多居民就會擔心說 坐在同一班飛機裡頭 是不是有其他感染的這個風險 我們都是保護國人同胞 是是所以 不管他是本島離島 沒錯 都是國人同胞 所以我們接到很多鄉親的這個反應 所以院長對這個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措施 可以讓國人 讓金馬蓬的居民更加的放心 怎樣才是安全 有專家會議 然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都以他們宣布為準 因為我沒有管到那麼細 那他們會有宣布 委員如果覺得怎麼樣會更好 隨時指教 那他們隨時會整個來加以評估 來做處理 對院長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目前從國外回國的國人 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可是離島呢比較特殊 因為飛機本身是大眾運輸工具 可是他是離島居民回家唯一的方法 所以這個可能要請疫情指揮中心那邊 就是做個比較完整的SOP的流程 譬如說座位必須要隔幾排 或者是規定是不是防護衣或者是選擇比較 乘客比較少的班次 這樣子來做處理 不讓他們回家好像也怪怪的 要讓他們回家就是會引起恐慌 大概是這樣子 我現在不曉得那個規定或者規範是怎樣 那委員的意見我會轉給指揮中心 讓他們整個做最好評量 委員長我昨天看到的新聞資料 很像中央疫情中心同意 就是由國外啊 因為輸出 從國外輸入的這些確診案例比較多嘛 當然我們金馬彭啊非常的憂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離島的醫療資源非常的缺乏 而且負壓隔離病房也相對的少 萬一這些國人回到離島的時候啊 發生確診的話 或是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造成社區的感染 尤其離島勢必關島 非常的危險 那麼我們目前也查過法令 無法可管 因為這有人權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只能道德勸說 那當然或許我也跟我們現場討論過 是不是從國外回來的鄉親啊 我們道德勸說以後呢 在中央疫情中心指定的旅館隔離 那麼我們相對的每天再給他一些補助 那麼給他一點慰問 我看只能這樣子 不過請院長回去還是再研究一下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第二個題目就談到這個紓困專案了 這一次大院送來的防疫專案的經費600億嘛 那麼經過立法院我們也三讀通過 那麼總統也公佈實施了 但是據我了解啊 其中600億大概有200億是防疫經費 200億是紓困 200億是振興 在防疫經費的部分呢 我去了解啊 大概沒有問題 那麼紓困的部分 大部分都針對這個 這個機場啦 碼頭啦 靠港啦 一些一些 一些相關的經費啦 那麼這個做完以後就沒了 比如剛才我提到就是說 像這些防護醫護人員啦 這一種工作性質相對的危險 所以我請院長你可以考慮一下 對於這些在第一線 防疫工作人員 他們具這樣的危險的一個工作性質 都有可能確診了 護理人員等等啦 清潔人員 是不是可以四度慰問金啊 不管人在心裡面呢 會覺得說 我們中央啊 對他們有照顧 這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咧 我到目前為止 防疫經費600億 為什麼很多老百姓 問我們立委 不知道錢在哪裡啊 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的是 比如像小山東 船資啦 船員啦 因為政府 政府告訴他們說 你暫停關閉 暫時關閉小山東嘛 這些船員沒問題 還有旅館 旅館書庫也不要錢啊 因為只是在旅館 在這個銀行的銀根方面 比如說給他貸款2000萬 那民宿的話給他1000萬 只是如此而已啊 那麼對於一些機場的觀光產業 還有大型賣場的部分 也只是在全力金上面給予一些減免啊 那今天當然我看電視 很像總統又發布 很像是對計程車的部分啊 計程車的部分 在每個月啊 問獎啊 每個月給1萬 那之前有立委提出來說 希望能夠普及到各個家戶 也就是每一個國民 因為美國都已經提出兩兆的 這個這個經費來做防疫啊 我們六百億啊 相對的不夠 如果這六百億不夠的話 我想大院那邊 院長那邊有沒有考慮說 對我們每一家的家戶 或是國民啊 發給購物券等等 因為疫情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嚴重 我們當初評估應該幾個月就可以結束了 但是這樣評估 因為他的疫苗啊 起碼是一年以後才會出來 所以這個對國人同胞來講的話 可以說非常嚴重 院長有沒有考慮說 對各家戶啊 我們看發給購物券啊 或是給每一個公民發給購物券啊 用這樣的方式能夠紓解我們的經濟 這個蠻重要的 院長你有沒有回答我一下 謝謝委員關心 對於我們這一次 對疫情防疫紓困振興 我們謝謝大院通過六百億特別預算 但不只六百億啦 就包括移緩進去等超過一千億 現在中央運行又宣布兩千億 就三千億啦 另外我們再有其他相關 包括我們怎麼樣子 公共支出等等 那現在 因為疫情繼續發展 而且險峻 連歐美都大大的淪陷 所以顯然 原初的這個 恐怕疫情還更嚴重 那蔡總統有指示 就是所有受疫情影響 就是所有受疫情影響 一定要增加 給特別的照顧 那委員所提的這個 總統講的這個 也政府和行政院宣布 就是要語入金瞻 因此 委員都在三個不同的地方選區 如果有哪一些 認為照顧不做到的 也請提出來 我們都列入考量 但也不會再像以前說 家家戶戶發多少錢 不是像這樣 不過已經有 或是所得稅減免 這些都是措施 不是 就是以前 上次SARS的時候 去借了八百三十九億 一個人花三千六 黃永俊也三千六 張宗某也三千六 沒有必要 現在已經有弱勢的家庭有給 另外像剛才講 產業 計程車司機 或者剛才委員舉例 有哪個行業受衝擊等等 這個都來考量 都來怎麼樣子做 那後續還有很多很詳細 我們各部位都在做 包括經濟部 對於餐飲業 對於其他方面也都有 我先講 這個院長 這個部長在上面 這個那個就是 口罩的部分 現在口罩量是 生產量已經越來越多了 但是我要特別在 這個就是 就是替我們金門這個 清潔隊請求一下 就是清潔隊還是跟我說 我們金門地區的清潔隊 各鄉鎮人口罩量是不足 所以這個請部長 再特別跟我們關照一下 這個 這個委員 花不是部長的 我知道 部長會就特種 哪一種行業 哪一種情況 也都有 例如計程車司機 火車司機什麼 那清潔隊應該也有啊 清潔隊跟我反應說是不足的 請特別關心一下 那我 我請秘書長問一下 這個相關環保署 這應該都一條邊就好像 警察通通有啊 是是 好那 陳委員你的意見可能是說 清潔隊用的量會比較多啦 我們平常人可能一天用一個 或者兩天用一個 那清潔隊 他換班了他就丟掉啦 他可能一天要三個都不一定 請他們了解一下 看怎麼樣情況 如果哪個地方有落掉 請委員指教 我們一定來改正 院長您剛剛說的這個紓困的部分 我有幾點建議 剛剛我們陳雪生委員建議說 這個發錢 你說如果連王永慶都有不公平 那我建議說 因為實在是現在的這個 這個經濟上這個慘狀 事實上是各行各業啦 當然 我們先肯定說 交通部有對這個遊覽車業者 計程業者 針對他們 這個特定這個 需要紓困 給他們發一個月一萬塊這種補助 我想這種叫做即時餘 大家都很肯定 但是 事實上各行各業都受到這樣的這個 您看喔 這個三月份 這個五國三月份 各個行業 零售餐飲批發 這個全部減少大概八百二十五億元吧 整個營業額減少八百多億元 是全面性 而這些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 所以 我覺得說 就是 應該是要 加大力度 針對各行各業 或者是 所謂的家戶 所謂的個人 但是你可以一定 還付條款 然後發給這種 類似這種 政經券 讓大家更勇於消費 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就是說 有關紓困的部分 政府可以好好利用 政府的財稅工具 像我們學生委員 剛剛說到所得稅也好 或者 像我知道說 我們地方政府的房屋稅 地下稅這個部分 但這個地方政府 因為財源不足 還是需要中央的支持 比如說 很多旅館業者 現在空空蕩蕩 我們先肯定說 我之前跟內政部有爭取說 這個國家公園 營建署 國家公園當房東 這個部分 金門的這些 離島的這些 民宿業者 這些賣場 他的這個 依照萊克數的 減低的這個量 降低的量 減低他的這個租金收入 我想說 那個我們政府 是不是也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 針對房屋稅 遞加稅 由中央大力的 補助地方 讓地方對這個 旅館業者也好 對這種 財稅的這種手段 來紓困 然後 加大力道 我先請 經濟部審部長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 各行各業的部分 遭受到衝擊 我跟委員報告 禮拜六禮拜天 我知道 我連續召開六場 六 我有看到 部長辛苦 把各行各業全部都找來 包括餐飲 那餐飲完了以後 零售 零售就是機場 以及百貨公司 以及購物中心裡面的這些 專櫃零售 以及餐飲的小出店 這些都影響 那最後呢 我們也考慮到 第一個 大家期待就是跟交通部那種有沒有 來跟合作交通部的那個交通事業 那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從行政院的角度 大家一起來 第一 我跟委員報告三的事情 第一 我們說的薪資 我們會來幫忙 來補四省 交通事業 那幾個行業 還是都這樣 這是你的補助四城市 你聽我說的後 再來營運費用的部分 這裡的薪水 租金 現在租金這個 也是沒有生理 租金也要付 我們要吃 所以這個政府都會來幫忙 再來 水電費 我們也會來打折 所以說在這裡的情形 我們都會來幫忙 讓大家來度過難關 讓台灣的經濟穩定發展 院長 之前院長一樣有指示 紓困 對各個企業 等等 抽銀根 以前信貸不好 這些都不會列入紀錄 拜託院長 再跟財政部交代一下 不要再去抽企業的銀根 以前信貸不好 你現在不要在這個捷骨眼 再抽銀根 我一定沒有錢 才向你借錢 我向你借的錢 這兩個月我怎麼還 不可能 我答應你說 我三個月就還給你 三個月是不可能還給你的 怎麼可能 所以在這個捷骨眼 我接觸了一些企業界 各行各業 民眾的態度是說 中央編六百億經費 我怎麼沒看到錢 怎麼沒補助到我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回去跟財政部來研究一下 能夠普及 能夠普及 盡量普及 有困難的 我們幫助他 當然像我們公務員的話 你就不必再給了 軍公教你再給他 他平常有上班 他夠了 對不對 那有一些 能夠普及的部分盡量普及 還有企業界的部分 他說我也沒有要你政府 錢給我 我只是向你銀行借款 或是過去借的錢 我今這個月到期 你下個月到期 你不要給我抽回去 這個很重要 甚至就是說 我能夠再向你再借一點錢 你能夠借給我 我不是向你要錢 我是希望你借點錢給我 這一點拜託院長好不好 委員不要說拜託 這應該做的事 而且已經做 那昨天財政部長才剛剛 召集行庫董事長 又再交代一次 委員如果你們覺得 你那裡 有什麼是雨天在給人家收散的 不合理 你直接給財政部長講 我們馬上來改正 因為在企業界他投訴無門 大概去找我們立法委員 或是民意代表 沒關係 你告訴財政部長說 他交代沒效 我們用這塊的速度 幫你們紓困好不好 就是不雨天說散 一定要讓顧過難關 院長 院長 從剛剛到現在 我們大概就可以了解 一個疫情的因應 從防疫紓困到振興經濟 它是一個動態的流程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必須要 不斷的做修正 方向大概是大致一致的 可是必須要做細微的修正 剛剛陳學生委員說 防疫做得很好 我覺得他客氣了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整個內閣 就是在這一次武漢肺炎的因應上面 從防疫 我們陳時中部長 現在大家都要順著時中走 表示獲得國人高度的肯定 那我想整個 整個 整個疫情的因應 也不只是疫情指揮中心 我也知道我們審部長 大概跟很多業者做了很多溝通 所以我們現在的口罩大概 大概產量也一直在攀升 好像現在是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了 這個都是展現整體的內閣的實力 我們農委會也不簡單 農委會把庫存的工糧拿出來製造防疫用的酒精 然後一方面讓我們防疫物資可以獲得滿足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保障今年新米的價格 這些整整都是在展現我們蘇內閣的一個戰鬥力 這個非常的不簡單 剛剛陳學生委員可能想講又不好意思講 我幫他把話講完 那除了紓困以外 我在這邊還是要講 因為三個里島的特性跟本島還是有一些不同 所以有一個跟經濟組比較無關的 還是在這裡跟院長做個說明 請秘書長或者是院長的幕僚帶回去 就是有關我們的國旅補助 國旅補助是與陸軍沾 那里島希望在今年的國旅補助上的期間可以加長 這個一方面是因為里島可能在疫情的衝擊上會比較嚴重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對搭飛機的恐懼 所以對於消費的信心 復甦會比本島慢 不只時間加長 加碼加碼 林家康部長已經有答應 那應該要在時間要 譬如說本島是實施兩個月 那里島大概就實施四個月等等 這樣子 另外就是院長我們里島的建設 有一部分長期是需要里島建設基金來做相對應的配合 那基金的運用 現在已經只剩下二十六億 所以 所以我們是一直很希望能夠 能夠朝 朝法治面 把基金回補 把基金回補 那當然陳美玲 曾經主委一再的強調 就是不會讓里島的建設沒有裁員 那這個以我對我們內閣的信心 這個我是相信的 可是從法治面上來回補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請陳主委先說 好 再跟三位委員再做一次的說明 就是我們里島建設條例的規定是 三百 是不低於三百億 也就是說 這個里島基金的這個額度呢 三百億是底線 不能夠低於三百億 那到目前三百億的部分 在民國九十九年的時候已經撥補 全部都撥補了 那到現在 還有剛剛 楊委員所提到的二十六億多 還沒有運用 所以 我們在上一次委員提到上會期之後 我們有把財主再找來以後 我們再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結論 就是 不需要去修里島條例 那只要這個 下一次的綜合計畫提出來的時候 需要多少的經費 國庫就會撥補多少的經費 主委您講得很好 但是我們沒有依據 我想口袋 我們口袋有錢 我今天有一萬塊 我可能吃個麥當勞 還吃個大餐 還可以去看個電影 喝一杯咖啡 好啦 我口袋只剩下一百塊了 我看個電影 可能在想說晚餐要吃什麼 所以我們三位里島的委員是覺得說 你不足三百億你給他撥補嘛 因為財政部不是說 你叫他拿錢就拿錢出來 你們行政院開會要開很久很久 不是說拿幾億出來就拿幾億出來 我還要幹單有SOP程序 能不能 報告院長 能不能就是說 你一年起碼開一次里島建設指導委員會吧 這些縣長 我們立委去參加 不要在這個總諮詢啊 每年在那邊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在里島建設指導委員會裡面也可以 表示意見啊 還有院長 剛才到陳主委的這個講話 之前也講過很多次 不用修法 你覺得可以嗎 委員 其實我們陳主委不但非常能幹 而且對於這些事情的解決 他非常到位 你如果看這一段時間以來 前面的行政院長都很努力 我接受以後很多事情去到現場 也是馬上解決 這個很實在的啊 比掛一個什麼數字在那裡 實在 那陳主委絕對不會慢待 如果委員覺得哪個地方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非常肯定 國發會的陳主委 這個很重要 我們稍微里島沒有意見 院長 我看這樣子啦 就是 院長在落實照顧里島的決心 我們是知道的 是不是等到疫情緩和了以後 由國發會來召集三個里島的縣長 然後立委跟議會的代表 我們來開一個會再做檢討啦 因為在這邊 在這邊談太久也談不清楚 做成記錄 做成行政程序 我們會比較安心 不要每年在這邊都在提這個問題 那委員講的話很有力呢 院長 我們是 這樣可以嗎 我們是有肯定陳主委 像我前天問他這個金門醫院的這個住宿 醫室的住宿環境 他就是隔天 兩天嘛 兩天就有幫我們馬上解決 這一點我們在這裡 是可以公開表示肯定 那剛剛說的這個錢 就是說到時候有計畫 再來 再請中央撥錢下來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還是希望用法制化的方式 讓基金可以進來 讓我們的計畫提出來 因為在之前我們的這個 根據我們過去 根據這個里島 像我們金門里島的綜合建設實施計畫 比如說以第四期來講 這個探索前三期的這個綜合探討 就是說 重建計畫未實現的原因 包括中央經費不足 審議時間過長 所以這個樣子的話 會造成我們這個地方發展的速度會被拖慢 所以我們的希望 我們的希望 我們三位里島立委的希望 還是希望把基金補足 然後讓我們申請計畫的時候 這樣效率會更好一點 還有有關於里島建設指導委員會 院長我想以你這種衝衝衝的個性 可是 里島基金指導委員會 您從來沒有去主席過 那個機制改了 我請陳主委給你報告一下 剛剛陳委員所提到的就是 過去的執行 因為中央的這個預算 沒有辦法去搭配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前年就把這個機制改了 換句話說 現在所有里島的建設 需要我們這邊協助的部分 就是中央的這個里島基金 百分之九十 地方百分之十的配合款 這個我們知道 所以您剛剛提到 中央部會執行不利的部分 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 他不是說經費不足 不過沒關係 現在就沒有他經費不足的問題 希望你們效率增加 不過我希望院長可以在這裡宣示 以你重視我們里島的這種決心 至少要主持個 參加個主持個里島建設指導委員會 最近一次主持的是 107年12月27號是賴清德前院長 這個委員會幾乎 陳委員一直說要開會 幾乎沒有他的功能了 幾乎沒有再開會 兩年開一次 里島建設指導委員會開個會 這個指導委員會兩年才開一次會 沒有效果 你知道我本來不但到現場去看 兩位我都去過了 那陳委員那裡本來我要去 前一天他把交通部長找去 那什麼 所以就變得 不是我去了 是陳委員自己安排的 那一天他五月十五 你一年開一次會 另外這個會 老早要開 但剛好疫情 是這樣 疫情過後 那相關的運作機制 我們會造機制來 開會頻率要高一點 我其實不太 我其實比較注重現場看 議長你開個會 把三個縣市的縣長 立委議長找來 順便請大家吃個飯 聊聊天 解決問題 對不對 好事啊 現在疫情不能吃飯 你不要跑到每個地方去看 我是覺得 你看我去現場 你看 各種方面船啊 自來水啊 什麼 這個一件事情 都這樣解決 所以 院長我知道 我再講一句話 院長我知道您對離島的關心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很多 比如說原住民 有原住民基本法 客家也有客家 那您是不是可以支持 我們離島 也制定一個離島基本法 這個 這個在那個 我們這個行政院 這個 我們金門的這個 就是 金馬執行中心的 我想這個 請院長回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因為他提議 原住民有基本法了 我們希望離島有個基本法 我甚至之前提出要 離島委員會 因為客家委員會都有電視台 我們也沒有啊 是不是 我們有我們的母語啊 這個 這個沒關係 今天不用回答 院長你回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最近離島的旅遊啊 已經成為一種風潮了 你看金門的高粱酒啦 貢堂啦 風師爺啦 洪湖的什麼燈火節啦 花火節啦 轟轟烈烈 對不對 我們馬主你看看 什麼藍眼淚啊 到處都是藍眼淚 現在啊 非常 已經成為時尚了 問題 問題 我們要有特色的商品 要特色的產品 所以我拜託啊 我之前拜託財政部喔 做這個兩岸海運的快遞啦 還有還有電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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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商的專區 電商專區跟經濟部有關係 那麼這海運快遞跟 雖然是財政部主任 但是牽涉到大陸委員會 還有交通部 陸委會跟交通部 大家都沒有問題了 目前這個案子在財政部 已經開始研議 那麼電商專區的部分 省部長也非常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啦 我們理導委員打電話給他 他都有接啊 我非常肯定他這個親民的作風啦 所以拜託 這一些需要院長的協助 您同意不同意 我先請請 你要讓金門馬主站起來 好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這些 所謂的海岸快遞 的電商專區 那這個部分呢 從經濟部的角度 我們會來輔導物流業者 來跟 跨境的電商 來提供什麼呢 就是您要來這個海岸快遞 來做集合代應的服務 這個事情 經濟部的來 媒合跨境電商 跟這個海岸快遞 來形成這個策略聯盟 有了策略聯盟以後 現在這個電商專區 我們會來跟電商業者來談 跟物流業者來談 但是有需要 我們來跟各部會合作 來推動 好嗎 請部長這個 加大力度推動 這個金馬地區都相當重視這個議題 有需要 我們來實在有意義 對 拜託院長還指示財政部好不好 協助我們一下 好 因為有院長的金口 你提出來以後 財政部他們會積極的去辦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好嗎 好 國長都有 最關這些東西 他經濟部是電商專區 我講海岸快遞 對啦 回去合調一下 沒關係 這樣好 我不會害你 我不會害你 我看你回答蠻困難的 不會啦 我們會來跟這些集結來談 好嗎 好 研究看看 主委請回 院長 主委跟部長請回好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 我問部長 院長坐著休息一下 部長 我大概來這邊第九年齁 我一直在強調台灣是一個海島 可是台灣對於海 卻不夠親近也不夠尊重 是 那 終於 終於在我們 蘇院長 組閣以後 喊出了台灣 應該要向海致敬啦 這個是一個非常正確的觀念 因為海島的國家不重視海 這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 那我們在過去這幾年 透過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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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域比較寬廣 澎湖的海岸線總長就有320公里 澎湖雖然小小的 可是海岸線非常長 那過去這幾年我們從海底打撈起來的城隍 就是海蠻的派去就燉不海 打撈出來了超過20萬公尺 現在還繼續在打撈 一方面我們把海底的生態富裕 另外一方面我們希望海岸線也能夠美化 部長水利署每一年的預算一千一百多億 那因為他最主要管了很多的河川水庫 當然多數是在台灣本島 可是分配給離島的比例過低 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這裡我來跟委員報告 水利署最重要就是要來自抵水 讓萬一大火的時候造成淹水 這是第一的最重要 再來就是水水要顧好 第三 現在委員在說 海岸汽水泥化這好事喔 這樣可以優化我們這個景觀 這我已經說幾年了 我會請水利署來跟我們委員這裡 做回來盤點 我多一大可以改進的這好事 前後也跟水利署說 不要只負責你們列管的 就是應該做的就做 因為資源夠然後我們就做 另外還有一個政策面的問題 就是跟院長和部長討論一下 我們台灣大概補助電動機車 已經補助了很多年 我在衛環委員會一直要求 從早期的充電站 改成電池交換站 可是電池交換站 必須要利用普遍的話 的前提是 電池規格必須要統一化 光是這樣子的一個要求啊 就一直工業局這邊 一直沒有辦法跟業者達成 達成一個協議 就我們補助 觀念是這樣子 政府拿 大家的納稅錢 來補助特定產業 一方面是產業的扶植 另外一方面是希望它能夠普遍的利用 用時交換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普及 電動車的使用率就不高 部長我在選區其實是 在鬧區的部分 我是自己騎摩托車 跑行程的 有一度我是騎電動車 可是因為充電太不方便 後來因為電池交換的問題 所以我放棄了 現在環保署是這樣子 環保署是七騎燃油車 只要符合空污標準 跟電動車都一樣補助 而工業局是站在 產業輔助的立場 來做補助 可是產業輔助 必須要能夠達成政策目標 我們的政策目標就是 讓多數的國人 願意使用 使用電動車 那使用電動車的前提 就是 電池交換 必須要方便 使用 這個 部長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為了要來推動 這個所謂的 力能運輸 這個配合 我們有一個 綠色島的計位 我也親身去看 不是 我個人主張 假如業者沒有辦法 假如幾家業者 都各自有門戶之間 不願意統一 統一電池的規格 那政策目標沒有辦法達成 我覺得 經濟部應該考慮 停止補助 因為這樣補助就沒意思嘛 我們補助 所以 然後 因為要達成政策目標 我們要求他 電池統一 這樣最不到 電池標準化 這個東西 在國際上是 電池最重要 是安全法最重要 標準化 是 安全法是前提 但是 統一化 才是 普遍使用的 部長 你這個另外找時間 跟我們楊委員報告一下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部長我今天在這邊講 現在過期我們怎麼有在 但是這個電池的標準化 等到五門戶之間 不是 你如果去用這個規格 你就去北斗一間 這個人民鑑 但是 消費者最重要 是電池的安全 所以說 現在我們照世界標準 來定電池的安全標準 沒有 現在這樣走 沒有 沒有 我覺得這樣說不行 就是說 你必須要 你要為了要達成政策 政策目標 所以我們才來補貼 那 補 假如說當補貼 沒有辦法達成政策目標的時候 這個補貼我覺得 必須要 部長你再找時間 跟楊委員報告好不好 這錢不能一直停 好不好 那個你請回 請那個農委會主委 背行主席 請農委會陳主委 這五分鐘 陳律正在講 那個 院長 我們產業發展很重要 但疫情過去以後 我剛才 會前跟農委會主委 跟他協商 金門有海力 不是 澎湖有海力養殖 金門也有偶爾養殖 我希望像馬祖 龍蝦的富裕 有一點小小的成果 我拜託農委會 在漁業的部分 能夠編一些經費 去輔導馬祖 還有林業更新的部分 像金門你們都派 趙林大隊到那邊去種樹 澎湖也是一樣 馬祖沒有 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拜託 主委 院長這樣可以吧 我們主委很能幹 很多事情 不但做都到位 而且有些他很有創意 我先請他說明一下 真的很謝謝陳委員的這個監獄 你簡單回答我就好了 因為沒有時間 因為富裕已經起來了 現在就是要讓他的產業 可以永續發展 而且還要再做好行銷 我覺得我們很樂意 直接到 帶整個團隊到馬祖 當然金門跟那個澎湖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是海洋的國家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發展一個叫做海上的牧場 那未來的人類裡面的糧食裡面 我們在海上補的雨的消費量會逐漸的減少 所以我們很樂意的 所以你改天到馬祖去我陪你去好不好 是我有答應 因為時間你請回 你請回沒關係 好 另外早時間我們來協商一下 請陳委員 院長齁 我們這個 第五期的這個金門的重建計畫有說 金門的願景 我們來談金門的願景 金門的願景是兩岸和平特區 幸福永續宜居城市 金夏旅遊生活圈 全球品牌金球產業國際觀光文化島 魅力景觀花園島 院長您對這些 對金門的想像您支持嗎 兩岸和平特區金夏旅遊生活圈 我們對於地區的 這是重建計畫寫的 地區的和平 對於國人同胞的鬍子 我們都一直非常努力在做 那只要能夠讓地方發展 讓兩岸都能夠互惠互利 我們都是支持的 但是院長齁 這個齁 財團法人齁 在前一陣上個月齁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就國防院齁 一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國防情勢月報齁 說明在裡面有探討 他說 澎湖 探討澎湖在台海防衛地區的 這個戰略位置 裡面有提到喔 隨著解放軍快速現代化 金門和馬祖在台海防衛作戰上的 政治與心理價值 逐漸超過軍事戰略價值 他裡面還說到 加上受限於地緣戰略 台海一旦發生戰火 金馬必須進行獨立的防衛作戰 再暫時簽制共軍 以利本島戰力保存 那院長 在我們基本希望建構兩岸和平特區的時候 國防部 這是國防部的智庫寫的 他告訴我們說 如果兩岸交火的時候 金馬要獨立防衛作戰 以利本島戰力保存 您對這件事情看法 國防院的報告 在一月份 國防情勢 他說如果兩岸交火 金馬必須自己獨立作戰 牽制共軍 以利本島戰力保存 您回去研究一下 這是公開的資訊 也沒有看過報告等等 我不瞭解 你回去瞭解一下 他說我們金馬必須獨立作戰 好 那我們來講 金門的這個轉型正義 金門曾經為金門馬祖 為這個中華民國承擔的這些炮火 受到很多管制 但是在那個時候 炮宣彈時期 有很多炮宣彈打到金門的這個人民 金馬地區都有 很多人因為這樣死亡而受傷 在這個政府在推動轉型正義的時候 這個有關我們金門的轉型正義 院長是不是有願意跟我們支持 確實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 當年在中共 中國炮打金馬 金門馬祖的時候 實在是讓我們金門馬祖的國人同胞 有很大的犧牲 真的要表示最大的感謝跟敬意 那因為歷史發展後 現在應該要怎麼樣子才能做得好 確實對於同樣在金門馬祖的國人同胞 都是一體的 怎麼樣來做比較好 這是應該來做的 院長這件事情在林前院長的時候 本席曾經提出質詢 軍人被打死了 有沒有扶軍 他說有 公務員被打死了 有沒有扶軍 有 民防智慧隊被打死 有沒有 有 後來呢我找國防部 國防部 部長也答應應該要 應該要 後來我們把他送到轉型正義裡面去 轉型正義 最近不知道跑了 他已經沒開會了 那 我們打國防部 國防部講什麼咧 拔主大概 死亡 重殘 清殘 有40個 金門有400個 會變成全根條款 我想228 這錢都發了 我們為了 我們要金馬的轉型正義 這個轉型正義 要給他錢 228跟金馬距離非常遙遠 我們需要金門馬祖 我們是講說 不要一個人 要500萬 騎馬給他200 100 有的腿斷了 到現在還活著 院長這個你回去研究一下 還有再講最後一題 就是說 我們要最近 你要處長會繼續再演 那處長會這個 我想說 我們中華民國 是一個就是 民主多元 言論自由的國家 最近處長會 前一陣子就下公文 給我們金門地區 我們很多民眾 給我們反映 要求把我們金門地區 很多地方的這個 蔣公銅像都攀移 我們地區有 民眾很多不同的想法 這一點回去看看 因為並不是所有地方的民眾 都希望把蔣公移向 蔣公的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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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公啊 我怕院長火炭太大 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 謝謝 靜臣 謝謝